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想先跟大家说一声 今天这个研讨会 我们还会录制成视频 放在官网上面 感兴趣的朋友呢 稍后可以去看回放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 我们大概花25分钟左右的时间 介绍一下产品的相关信息 那么后半部分是问答环节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问题 我们来做现场回答 那今天我们总共有四位同事参与到这个在线研讨会 首先是亚太区研发和技术服务总监 林斌义先生 Johnson 他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产工艺 产品的特点 下游的应用 还有碳排放等等相关内容 接着是我们亚太区通用ABS的商务总监 杨玉宏女士 Caroline 他会一起参与到我们的问答环节 然后是我本人 我叫赖小青 你们名赖们 我是负责华东华北区通用材料的销售 同时还有我们的张岩女士Winnie 她是负责我们中国区的公关事务 今天呢她会在后台来帮我们进行协调 下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内容 首先呢 请一起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 英力士本领呢 是这个全球领先的本领西系列材料生产商 那大家最为熟悉的产品呢 应该是PS和ABS 我们在十个国家和地区 有20座生产基地 还有六个研发中心 年营业额大概是60亿欧元左右 那在中国呢 我们在宁波佛山分别拥有20万吨PS的产能 那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一座60万吨的ABS工厂 预计明年下半年这个产品将会投放市场 那我们下我们的产品的下游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比如说消费电子类的这个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周边 家电类的冰箱空调 洗衣机吸尘器 然后包装行业的这个食品包装 电子包装等等等等 那有超过2000项不同的应用都在使用我们的材料 有一点呢 我们比较自豪的是我们在这个EcoVitis的这个评级当中 是获得了白金认证 EcoVitis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全球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机构 它主要通过对这个环境 劳工跟人权 商业道德可持续 这几个主要的方面进行评分 得出的最终结果 我们在所有的塑料制造商当中呢 是排名前1%的 同时在参与评股的所有品类的供应商生产商 我们也是排名前1% 这个跟我们长期持续的在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那具体到这个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短期目标 2025年我们要在欧洲的本以期类产品 我们使用的包装材料中呢 要用30%的回收成分 同时呢到2025年呢 我们所有生产的聚合物都必须是可以回收的 长期目标 2050年近零排放 然后所有英利市本领工厂呢 都将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这些比较进取的目标呢 一方面是来自我们企业的自身的要求 另一方面呢也是紧跟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脚步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趋势 和市场环境 最近这一年呢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组织还有各主要经济体 都在持续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最广为人知的 大家也是听的最多的 应该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有接近200个国家 签署了这份协议 那他对这个 怎么应对 气候变化 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都做出了统一的安排 那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共同发布的 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 那么他对这个塑料包装中使用再生成分 以及将来淘汰一些 塑料品种和添加剂 都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我们还有看到欧盟有这个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和战略 等等等等 这里我就V1展开了 那总体而言呢 就说对于塑料工业而言呢 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方向 是比较明确的 第一是可以可循环 第二是低碳 第三是低危害 那行业跟政府的监管力度 在逐渐加大 涉及的范围呢 可能也越来越广了 以前更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包装行业啊 现在呢 把这个 消费电子 电器 以及建筑等等领域都包含在里面 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研究 采取新的税收政策 来鼓励循环经济的发展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消费者 就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 消费者的心态有一些变化 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 对环境污染少的 环保成分比较高的产品 那现在大家去买一个耐用品 耐用消费品 可能大家再比较的是 性能呢 外观呢 当然品牌也很重要 那以后很有可能会 有个加上一条 就是产品会标注一个 环保成分比例 大家一看这个两台机子差不多 但是这个标了30% 用了30%再生料 好就买它了 那这个趋势呢 其实我们看到欧洲呢 已经逐步在显现 那我相信全球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也会逐步逐步的 有这一类的心理变化 而目前呢 很多国际知名企业 已经把使用再生料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 重要组成部分来执行 那同时他们也会在这个 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当中呢 把这个使用再生料 作为亮点 介绍给消费者 政府的监管 消费者的心理 加上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 使得越来越多的这个 塑料行业的制造商 其实不光塑料行业 应该是整体的制造商 在寻找原材料的 环保解决方案 那么大家都知道 ABS的提量是非常庞大的 那它的再生料 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 兴趣和需求 目前呢 市场上比较成熟的 ABS再生料的解决方案 就是通过物理回收再造力 这样做呢 能够明显减少碳排放 同时也可以保留 大部分ABS原生料的特性 那待会儿Johnson会给大家具体讲一讲 嗯 讲到物理回收呢 我们就先看一看 我们的ABS做成制品之后 都去哪了 这里的两张图呢 代表了两个大的市场 汽车和家电 我们都知道呢 家电是有一个使用连线的 到期之后我们更换 要不就找人上门回收了 要不就直接扔了 或者参加这个已旧换新 那不管什么途径 这些产品最终 都会来到这个废旧家电拆解这个环节 从这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有不同颜色 不同品种 不同尺寸 的产品都混在了一起 但我们会经过 嗯 分解分类和拆解啊 而即使这样呢 我们还是不可避免 比如说你把这个 不同性能的塑料呢 我们都会混在一起 汽车 会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汽车经过 报废 它的回收处理的流程相对规范一些 那同样的也不可避免 会把不同品种的塑料混在一起 那针对这个我们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塑料 更好的循环利用起来呢 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Johnson 有请Johnson 好的啊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Lemon和大家介绍了一些 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了 还有一些环保趋势啊 还有一些常见的产品回收情况等等信息了 那现在呢 由我和大家呢继续分享我们产品的定位啊 制造啊特点 法规和应用方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 请允许我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产品的品牌名 我们的环保ABS呢 我们的环保ABS呢 叫做Turlan ECO 熟悉我们公司人应该都知道了 Turlan呢是我们那个新料的一个品牌了 那在Turlan后面呢 加上ECO呢 就是我们环保ABS的品牌了 那对于我们环保ABS的定位呢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环保ABS 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ABS 最好的环保ABS 那具体到我们的产品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印尼斯本领公司呢 可以生产回收材料占比高达70% 环保ABS 跟新料一样的加工性能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客户 如果正在使用我们的GPS2新料 那基本上 如果你用我们的环保ABS 你就不需要改变太多的那个加工工艺 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环保材料了 在性能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环保材料而进行妥协 我们在配方设计啊 产品标准的制定啊等等方面呢 都是对标新料来去做的 同时呢 作为环保产品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呢 就是可以做到更低的 威尔化碳的排放 相信在使用我们的环保产品之后呢 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达到相应的碳中和的目标 那介绍完我们产品的定位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产品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些消费者使用过后的产品 就像我们刚才 Limon同事给我们分享那些回收产品啊 通过我们的上游来进行 收集分类 拆解 然后再进行破碎 要再通过独有的技术呢 除掉它的一些相关杂质 包括一些金属啊 防火ABS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塑料等等啊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高品质的回收ABS了 那拿到这些回收的ABS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性能需要 添加一定的那个添加剂或者改性剂 包括一些真韧材料啊 润滑材料啊 那个表面 改善表面的一些东西啊 要再通过一些共魂改性 就可以达到 百分之七十的回收含量啊 这样子就可以生产我们的 ABS 环保的ABS产品了 而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我们其实也在开发回收ABS含量为 85%的环保ABS产品 一旦成功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去分享 那既然我们是通过分检和共魂改性得到的环保材料 其过程呢我们称之为物理回收 其实呢我们伊尼斯本领公司 除了物理回收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回收方式的产品 比如化石回收的材料啊 生物机回收的材料啊 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 只是顺带说一下啊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欢迎会后也和给跟我们做联系啊 我们会可以做一些更加详细的讨论 那介绍完生产情况呢 我们来更详细的说一下我们产品的特性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有一个黑色产品之外 容易加工性能和新料一样 这几个特点 我也和大家再强调多几个特点啊 其中一个就是你看到我们产品的光泽度是很高的 那除了标准黑这个产品 我们还在开发灰色白色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些呢 这离不开我们在回收端 有强大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也储备了像之前巴斯夫啊 拜尔啊等公司留下来的一些资料 这些呢对于我们开发 符合市场要求的那个环保产品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时呢我们的环保材料呢 也是真正的环保材料 是符合多项法规要求的 是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证书 嗯这是一些数据了 我来解读一下 我们选择了三个材料 一个呢就是Turaland的GPS2 这是我们新料的一个数据 第二个呢就是Turaland ECO GPS2 MR50 那刚才也说了那个Turaland ECO 是我们的品牌名 那GPS2 MR50呢就是我们产品的名字了 那MR呢就代表是物理回收 那50呢就代表是50%的那个 那个回收ABS含量 同样下面这个Turaland ECO GPS2 MR70呢就是有70% 回收那个材料含量的一个产品 我们通过拉伸 吹口冲击 还有游泳指数 维卡软化温度 这四个指标来去进行对比 这些指标呢就分别关系到我们的实际使用 例如一些装配啊 或者一些测试啊 跌落测试啊 加工环境啊 还有一些不同的使用环境呢 这些的一个要求 总的来看 这四个指标当中呢 我们环保材料的数据呢 跟新料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讲完性能的话呢 我们也讲一下我们的颜色 啊 我们对颜色的第一个要求呢 是要求稳定 什么叫稳定呢 稳定就是说我们P次跟P次之间的稳定性 一定要好 不能是因为 你是环保材料 这一批是这个颜色啊 下一批又是另外一个颜色了 这是不允许的 第二个呢是要一致性 一致性就是说我们MR50的那个颜色 跟MR70的颜色要做到一样 这样子大家使用起来就方便 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要求 OK今天我们要用MR50 那我们就用MR50来生产 明天如果客户就说要用到MR70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MR70去做 都可以啊 就弹性就比较大 可以随便选择我们两种材料 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国家那个回收制品 那个实际情况 其实要达到这两个颜色的目标 是不容易的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支持了 我们做到了 大家 同时在这里呢 也看一下我们这个光泽度的数据啊 在20度角来进行测试呢 两个产品就是MR50跟MR70 这两个产品的光泽度呢 都达到了101 要用60度角来进行测试呢 也有99.4 99.5 接近100啊 这个数据 是跟新料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那介绍完产品和性能 还有颜色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衣口材料 都成功应用到哪些行业啊或者产品了 这里可以看得到 从大的方面来看啊 像一些家电啊包装啊 个人护理 电子电器啊 玩具啊 休闲体育等等 这些大的行业 其实都是适合用 我们的 環保ABS的 那具体到更加细分一点的 那个应用呢 那就像 咖啡机外壳 吸引器外壳 化妆品包装 箱包 头盔 还有一些相关的日用品等等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实际的客户 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了 那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这些客户呢 除了对环保有要求的同时呢 对于加工啊 表面效果啊 还有一些相关测试 是没有进行妥协的 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环保材料 是能满足这些应用的要求的 那除了介绍刚才的内容之外呢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页 就是关于我们环保产品 都有哪些认证 或者说是符合哪些法规要求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产品是获得了GIS认证的 这个认证呢 就是证明了 我们的产品是确确实实的环保产品 因为是有证书的 同时呢 在这个认证当中呢 也清楚的说明了 OK 我们的材料是包含了多少百分比的 回收材料在里面 这个呢 也方便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 进行一些比较清晰的去判别判断 同时呢 对于我们的环保产品 我们还可以提供 MSDS LOS SVHC SVHC 就是大家常说那个LEACH 这些要求的声明书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提供的是声明书 而不是测试报告 声明书呢 是对所有的产品负责的 也就是说我们卖的产品 都能够满足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 几个测试啊 或者法规的要求的 而大家也可以 关注一下那些测试报告 一般呢 都是只是针对来样负责的 在2021年底呢 我们的产品呢 也获得了URL黄卡认证 HB的防火要求 也是满足得了的 所以呢 也方便在大家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呢 可以更广泛的去使用我们的材料 那对于碳排放的数据 我们亚洲也在准备当中了 这也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组的那个重要的信息 这一页呢就是专门介绍我们 Eco产品在碳排放方面的一些数据了 刚才也说了我们亚洲的数据正在准备当中 那个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们的欧洲的信息啊 那根据我们欧洲塑料协会拿到的数据呢 现在欧洲的ABS生产商 也包括我们印尼斯本领在内了 平均每生产一吨的ABS 需要排出的那些废气当量呢 对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呢 就相当于排放了3100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根据法国回收组织的计算呢 在欧洲每生产一吨的回收ABS 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 大概是500到700左右 因此呢随着回收ABS的添加量的增加 那总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在下降的 举个例子像我们的MR50 我们的材料包含有50的回收比例在里面 那这个材料和吸料相比呢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呢 就下降了38% 那MR70呢 因为它的回收比例更多 它就下降了52% 以后我们有了MR85之后呢 我们的排放当量可以做到更低 可以帮助大家更容易的 达到烫排放的一些目标 那对于二氧化碳的碳排放的一个计算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了 我们也从欧洲那边学到了一些经验 我们亚洲这边的同事们呢 也非常的努力 也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再往前面去大力推进 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我们亚洲这边的自己的数据 一旦有相关的数据呢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去进行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一些主要内容 谢谢 感谢Johnson的精彩介绍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问答环节 大家有问题可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 然后我就把时间先交给Caroline Caroline 谢谢 谢谢两位同事的介绍 那现在请我们这个参与到这个 环节里面的这个问答环节 有什么问题在你的这个问答对话框里面输入问题 我们来一一做解答 我们先给到半分钟的时间 解答问题 好我现在这边收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是一个基础的问题 就是关于英利市本领目前的这个TerraEco ABS 现在生产基地在哪里 这个问题请Limon帮忙解答一下好吗 谢谢 好的 目前我们在亚洲有两个生产基地 一个在韩国 一个在中国的江西 那他们可以分别覆盖 人民币和美金的交易 那当然如果未来这个需求不断增长 我们也会考虑再增加新的生产基地 好的Caroline 好谢谢 下面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我们这个分解技术的 就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分解技术 获得回收料的基材 我们怎么样确保回收材料和这个再生料的一个质量稳定性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们请Johnson来回答一下 OK 谢谢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 比较好也比较专业的 OK 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个其实呢 每家公司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技术了 其实大家不差都会分成四步 第一个呢就是要把那些材料进行清洗 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分选 包括那些密度分选 静电分选 颜色分选 其实每个步骤都有很多那个小细节了 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比较高品质的那个回收的ABS 那对于生产过程当中的控制呢 其实我们英尼士本理公司呢 我们对于我们的EcoABS产品 我们制定了跟我们那个本色材料 一样甚至要更甚至是更详细的一个流程 来进行一些严格的控制 然后根据我们那个QC的检测吧 也是根据从我们大生产到现在为止 我们发现我们的数据呢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很稳定的 OK好 谢谢KLA 下面有一个英文的问题输入 一会我讲一下 然后再翻译一下 May I ask whether the physical mechanical property deterred after recycling 是说我们这个材料是因为是这个物理属性 就是我们的物理属性在这个经过这个物理加工之后 这个性能是不是会降低呢 这个也请我们这个Johnson来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页也讲到我们的这个属性是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基准 Johnson你来回答一下 是 谢谢我们的朋友用英文提了个问题 然后可能刚才我们是用中文来去做presentation的这个不好意思 其实呢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我们产品这个设计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是有我们的目标或者定位的 我们首先就是在物性方面我们是不会因为它是回收的材料或者是环保的材料来进行妥协 也就是说它一些标准呢就是物性方面呢我们都是对标我们新料去做的 包括从那些流动性啊冲击强度啊我们都都是设定几乎一样的标准 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包括我们也提供一些数据来去给大家去参考 我们可以从流动性啊冲击啊还有维凯化点的这几点来去对比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不会因为它是环保材料而使它的那个性能会使到一个妥协 这也是基于我们有比较好的拍档还有比较有强大的技术团队来支持 可以让我们的环保材料可以定位成为是传球最好的环保ABS 好了谢谢 刚才那个Johnson用中文回答了 所以我不确定我们在线问的是英文还是我会快速的用英文翻译一下吧 好吧 所以可能我可以快速地翻译一下吧 我刚刚把这个问题给Johnson 所以我们研究所提供的入口 是您的介绍是我们的整理产生 to try to keep ensure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virgin gp22 quality level of course we appreciate the support from our tolling partner and also the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by adding you know additives and the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s which we reach to theirs so in general we will uh not allowed uh let this property to deteriorate after recycling thanks okay um sha meo 下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你好我是来自健身的stone请问一下这是关于颜色的请问一下黑色色差是多少 p次间的色差是在1以内吗关于颜色的Johnson 你能帮忙回答一下吗谢谢 其实色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真的不容易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回收的那个材料 包括回收产品那个复杂性还有不确定性其实是真的是挺有挑战的对吧然后呢关于这个标准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可以做不同的标准去来去做去来去一个调整来去 确定 根据我们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数据来去看 ok 保持到1%我们 我们是有信心可以做得到的就是delta 1小于1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的那这个问题也跟我们另外一个在线的问题是比较接近的那也是跟颜色相关的我们关于这个1就是配色浅色的这个delta 1是可以控制在什么范围 对二有没有能够满足F1认证的recycle ABS Johnson你能不能继续帮忙做一下解答谢谢 F1是U16F1吗我想再请教一下 这个可以我们通过对话框让我们提问的人再次澄清一下那你先回答一下这个配色浅色的delta 1是不是可以控制在什么范围 Delta 1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来去做不同的那个来去调整 我们现在做浅色的我们最低可以做到收发我们能满足到是delta 1浅色的可以做到0.5 就是颜色控制范围是0.5 OK好的谢谢下面有两个在线的问题比较接近啊我把他们一起都这个解读解读一下 一个是请问我们年产能是可以达到多少相比ABS的话环保ABS的成本是否占优势 那紧接着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我们成本上的优势啊有有这个提到问题那这个问题啊 要不我来做一下解答吧啊我们在这个啊我们目前的话是有两个生产基地啊就是刚才来美有做了解答一个韩国啊和一个中国 这个生产基地啊我们相信现在的这个啊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以及如果客户有一些潜在的大的项目需要应用到这个再生材料的话 我们目前的量是足够能够满足到啊现有的一个需求啊来美也提到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再继续拓展一下这个产能啊那这个量不是一个啊大的问题 那在成本上的话啊我想说的是这个环保ABS我们如果是跟自身的这个啊原生料相比的话他啊因为这个Johnson有一张图啊有提到这个我们的一个生产工艺啊流程过程啊这个怎么制造出我们的再生ABS材料那从工序我们的整个材料等于是从一个啊 啊废品废料的一个回收啊到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加工处理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啊再生的一个啊控制一个再生料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品质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啊compounding就是聚合啊工艺的一个生产过程那整个工序啊的一个过程也好啊一个复杂度也好以及每一个工序里面要做到相当于原生料的这个属性 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到投入的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啊精力和成本那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啊我想说啊总体来说我们环保的这个ABS的成本是会比我们的原生料的成本要高希望能够解答到这个问题好那下面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说啊在线整个回收料的来源是否可以追溯 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追溯啊想想你要不要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的那个其实我们也刚才在那个证书那里也那个提到了我们是有那个GIS认证的 其实用这个认证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呢是来证明我们有多少那个百分比在里面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呢也就是说要追溯你的来源在哪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终用到哪里其实用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完完知道完完全全知道OK我们的回收ABS 到底是来自ABS的那个冰箱啊还是空调啊还是洗衣机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追溯得到的 我再补充一下甚至我们在这个前期我们在跟我们的partner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partner也有一些这个技术的方面的一些支持就是想要去精准的我们去追溯到 从这个这个废品的一个回收一直到我们加工处理出来以及到我们下游产品的应用也就是我们在说的一个闭环经济啊 从头至尾啊完全做到追溯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欢迎啊这个客户有这个相关相关方面的需求的话啊 跟我们线下来具体交流合作啊我认为现在技术上的话是可以完全实现啊下面有个问题啊 Johnson 还是你的一个技术问题啊 请问这个光泽度20度和60度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解释一下 OK一般我们看光泽度呢都可能有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因为有时候呢你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光泽度会出发生的 就是会会不一样有可能会有时候你在20度角很多时候在20度角看的那个光泽度呢会比较低 会比60度去低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给我们看的数据呢可以看到有20度跟60度的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表面光泽度还是在比较高的水平的 好 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下面在线的一个问题是问道 请问GP22 M250 M270 是否可以做到BPA free的声明 谢谢 请Johnson回答一下 BPA free是吧 BPA应该是双分的A吧那个 对 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free 我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在对于BPA相关的一些要求 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回收派档有进行提出来的 这些呢 我们也进行过一些第三方的一个测试 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没有测出来这个BPA的 当然了就是说系统方面 这也是一个比较一两次的那个测试 如果要系统方面来去评估 去测试的话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一个样品 去进行分析 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可以会后再去谈看看我们怎么样去配合 去在在原材料选择 在生产方面监控方面去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些 那个那个观察跟检测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最终去去完完全全的做到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希望呢我们要做的话 就是要做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能满足这个要求 而不是你一两次做测试就能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呢本着去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是希望能够以会后有机会的话 跟那个刚才提问题的那位客户 我们可以去进行深入的去沟通 看看怎么去推进下一步 好的 谢谢 下面还是一个英文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用中文先解答 然后我又用英文在这个快速的翻译一下 from Steven Lu If motor to buy this eco resin should have some certificate such as RSB, ISCC, etc. or not? so maybe we can combine this question and also answer in general what kind of certificate we're going to acquire get for eco ABS where we are and what are the further plans for the certificate so Johnson 你能回答一下这个关于认证方面的这个问题吗 像ISCC, RSB 它应该是针对可能不同的回收方式 来去做这些事的 来做这个认证的 像之前ISCC 我们之前 我们主要是针对化水回收去做的 然后ISB是针对生物机回收去做的 然后当然 现在据我们了解 像ISCC 跟ISB 也是拓宽到它的认证的范围 有可能这样物理回收也可以去 touch so far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主要是用GRS 来做这方面的认证 对于有其他的 ISB跟ISCC的这两个认证 这两个要求 这两个认证 对我们的Toylan Eco产品 暂时还没有去考虑 你或者是不是也简单 再就是说明一下总体来说 我们有哪些认证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认证要去准备的 OK 所以英文来讲该吗 不是你用中文先总体讲 我一会用英文一起来 因为刚才他提到的 那个ISCC跟ISB 都是对于这个 降解环保材料的这些认证 它是跟我们的GIS 是差不多的或者跟那个UR1 是差不多的 像ISB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我们现在的那些生物基材料 回收的材料 就现在我们在欧洲的材料 就用ISB这个认证去做 像ICCC就是化学降解材料 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来去做 那对于我们物理回收的材料 我们还是用这个Toylan Eco 还是用这个GIS来去做个环保认证 那对于刚才也说到 OK你说到要什么其他的认证证书呢 像MSDS、LOS、HVGC 还有URL这些认证 其实我们都有的了 OK谢谢 谢谢 可能我可以快速地翻译 杨森刚刚刚提到的 所以我们在一段階段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的证证 那些基本的证证 设计和Documents 类传统 like UL GRS RECH ROBS HS 都这些是 可能 是 这些 我们在会认识 它是 可 这些转费 我们现在将一块 应该担心 so what we have been currently satisfied the ongoing projects. so other certificates if we need it or quite will also can further extend to apply. this can be a continual part of our journey moving on going forward. so yeah and also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johnson in the presentation carbon footprint is also our near next stage we're going to approach as well as well as the ph data for example. Yeah, thanks. Hope we have also addressed your question. Um,okay,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颜色的 提问者也是用英文 那还是一会儿用中文先这个解答 然后我们在英文解释一下 关于颜色就是 are we going to develop white gray color when will be launched? 我们的灰色和白色颜色什么时候 可以上市? 这样子 我来回答啊,okay 好,谢谢. 其实对于白色跟浅色样品的那个 或者那个材料的开发呢 就像我们PPT那里说的那样子 我们也在挑战自己 我们也在一些大项目上面呢 去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些灰色跟白色产品 具体什么时候训练呢? 其实也跟我们在这个开发的进程 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关系 当然,而且呢 我们也希望呢 也有更多的那个客户 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来跟我们具体来去谈 所以呢,也欢迎跟我们的销售经理直接去联系 我们可以也有可能去跟针对你的要求 可以做一些专门的开发 或者看看怎么样可以做到更多更深入的一些交流 现在还是一个比较open的一个那个positioning 好的,谢谢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来最后 在最后我们来take两个问题 好吧,来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目前是不是 已经有样品可以提供了 这个问题我想让Limon来解答一下 好吗?谢谢 央品,这个可以有 我们已经有这个MR50、MR70黑色的材料 在我们的厂户里面了 那如果客户朋友们只要提供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 用量呢 还有工厂的具体的地址 我们可以安排快递过去 那当然呢 我们希望在送料的同时呢 将来我们有机会一起参与到这个饲料的过程当中 这样我们可以做到及时得到反馈 然后一起推进这个项目的进展 好的,可以来 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跟商务相关的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下订单 以及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包装方式有哪些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那个Limon来回答一下 谢谢 好的,没想到这么快已经有朋友开始想下单了 我第一反应是多少吨 我想这个下单的流程 我想跟跟我们正常交易其他的产品没有太大区别 可能具体跟我们那个销售同事联络一下吧 至于到包装方面呢 我们目前主要是25公斤的纸袋包装 在韩国可能我们在5月份之后应该会推出大包装 那具体到中国的客户的需求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包装需求 可以具体我们线下再沟通 好的,可以来 谢谢啊 由于那个时间关系 我们在线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没能今天来得及一做解答 会后呢 我们还是欢迎这个我们的客户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的这个销售同事沟通 或者是发邮件到我们的这个邮箱 再提出更多的问题 屏幕上的这个邮件地址 instate.webinar at emails.com 还有一些我们未能解答的问题 我们会后会一一逐步做出解答 谢谢大家的参与 来门 教会给你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参与 后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不同产品的在线研讨会 也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呢 以后同样都来参加 谢谢大家 再见